在2015年的时候 我就遇到了伊璐姐和Nancy姐 她们就介绍了我 DSD这个事业 为什么我会选择DSD 活教母吸引了我 然后TSD的那个展望 还有她的制度也是吸引了我 不过在开始在马来西亚做的时候 是的确很辛苦 不过林瑞阳大哥他有告诉我们 叫我们等待 他一定会把这一份美好的事业 带进入马来西亚 然后我们就坚持 坚持了几年到现在 终于我们等到了 这个行业开始的时候 其实经营网络 TSD是不需要赌货的 就是由公司来帮我们去发货 TSD公司给我们的福利 是吸引我们的 每一年 他如果你可以拿到那个业绩 他会带我们去不同的地方 然后给我们上不同的培训 线上培训 线下培训 我经营了DSD这份事业 他不仅仅带给我了赚钱 他还可以带给我很多时间 我就是因为经营这份事业 我有很多时间陪伴我的孩子 我可以看着我的孩子的每一份成长的过程 这是最珍贵的 在这份事业 我不仅仅赚到了漂亮 赚到了钱 我赚到了很多知识 因为公司给我们很多 培训教育我们很多 不仅仅是教育我们如何的变美 还教育我们如何去经营我们的事业 经营DSD到今天 我的团队目前是大约有1000个人 整个体系 我相信DSD在马来西亚 它的展望 它的未来 还很大很大很远 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伙伴 一定会努力迈向这个成功 我们的目标是 希望把我们的团队 扩大到2000人 每一个伙伴 把这份成功 传承到每一个伙伴 就会把这个体系 越扩越大 你若盛开 蝴蝶自来 如果你要成功 必然你要付出努力 你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生活